病例数突破了有2万人了 而在台南也创下了单日新高达到有509人 因此在台南这家老字号的餐厅 他们比中央还要提前 他们已经先行公告禁止内用了 这业者表示主要是因为员工里面有两位居隔 影响到人力也因此不提供内用改为外带 当然现在碰到了母亲节的档期了 他们业绩掉了有三到四成 不过业者表示其实钱再赚就有 但是命只有一条 所以停止内用 保护员工其实也保护到顾客 肉丝大火快炒厨房师傅一早忙着备料 但明明餐厅内都没客人 出菜还是忙不停 因为这间台南的老字号饭店 自行宣布禁止内用 他也怕我们危险嘛 他也怕工作另外危险 三号本土确诊破2万人 台南创下单日新高高达509例 让业者吓坏了 疫情升温加上两名员工 因为小孩确诊鞠隔请假 人力受到影响 干脆暂停内用不误 保护自己也保护客人 生意在做啦 命值真的只有一条 如果命没了赚太多钱就会用 中央没有禁止餐厅内用 但不少餐饮业者被影响 加上5月母亲节档期 阿霞饭店进内用 业绩恐怕掉三到四成 而高雄饭店内用掉两成 但外带业绩明显成长 而宴会餐厅鼓励外带送饮料 今年开始疫情比较升温 外带套餐回去吃 家人也比较安心 餐厅境内用大推外带 虽然业绩不如以往 但就怕病毒互相传染 加上无症状感染多 不管怎么防恐怕都会有破口 南部餐厅境内用开第一枪 虽然经营困难 但还是生命健康 比较重要 记得谈谈高雄 综合报道